Coco早餐 Coco's VIP Coco's VIP 我们今天的这个VIP的特别来宾呢 是他们云小姐跟张云小姐 碧云长 这是我好朋友 我们这个大学毕业就一起跑新闻 很多年了 好多年 Coco还是一样美丽 你更美丽 我们是小学毕业就当记者的 当年的这个 你第一个工作是哪个报纸 我最早是在青年 那时候叫青年战士报 工作了一年多 后来到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我们是竞争的 我是联合报 张云是比较年轻一点 总编辑 你好 是旅读中国Oar这个杂志 我刚才还很笨的问他什么叫Oar 叫On the road 旅读中国 这个On the road 这个杂志的总经理 是汤碧云小姐 总编辑是张云小姐 汤碧云小姐做了记者一段时间之后 你后来去念EMBA对不对 对 我其实在中国时报 我将近三十年 三十年做过记者编辑主编 然后后来编过 很多人熟悉你的名字 对不对 在版面上 对 然后后来也做过一个 在时报内做了一个公司 然后后来到政大区 时报内的公司是旅游公司 叫石新 石新 石新公司 那时候做了一些专案 我们把就是创立了一些文化性的活动 包括早期的 我们那个绿色博览会 那时候我们也做了他的一些 你就从那个记者编辑 然后变成经营阶层嘛 对不对 然后又去读了政大研编 对 所以我看到 对 你是读那个契价班 都有 两个都有 对 有学位也有契价班 对 很辛苦 契价班很难读 我自己觉得是说 台湾的文化界 媒体界 其实我们整个的价值思维 跟产业界完全不同 大家比较不注意研编 就是说管理这个 管理还有就是你赚钱的这件事 这对我们媒体是 那个是基本上是排斥的 对 所以说要完全 为什么要卖给人家 所以说要换脑袋 我这样讲 多一点时间去修炼 对于一些人来讲 是有点 好像这个 有点 有点大家还蛮遗憾的 可是经营 媒体的经营 就不管什么样的经营 都必须有一个经营的哲学 所以为什么屏风表演班 那个李国修 他把他下面的这个 经营阶层 就是送到 EMBA取念书 他的意思讲 那这个 汤碧云很快就进入了 这个EMBA的实践过程 那我也读了EMBA 我正在努力实践 希望跟你一样 因为我看到 总经理这个名词 这个名称 这个直贤师 碧云做的 我了不起 可是你有这个 过去编辑的经验 然后在做杂志的总经理 应该是如虎添翼吧 对 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思考上 可能会从媒体 或者是跟大众相关 有利的一个思维上去开创 所以说 因为真的在文化界 你要赚钱是非常困难的 对 所以那个经营的过程 我想就过去媒体的经验 让我对跟读者经营的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总经理是管盈亏的 你后面是有投资者吗 还是旅读中国 已经创看多久了 我们是 这本杂志是去年三月开始 一年多了 一年多 对 一个杂志做一年多 不简单就可以活下去了 希望希望 但是越看 我们在努力中 在努力中 越看 而且是实体的版本 对 可是我们同样 也有 在电子杂志上也有 而且我们电子杂志在付费的部分 其实销路蛮不错的 哇 就说这个是 当时这个构想是 投资者还是你 跟你的投资者之间 这个大家 对 投资者原来就是问 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 就问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愿意做这件事 旅读中国 对 想做一个 他们想做一个台湾的一个 相关的大陆的旅游杂志 所以这本杂志 是专门做中国大陆的旅游 而且它的诉求的 读者对象 是台湾的 它只有台湾的 对 游客 是是是 OK 对 这个很有趣 过去大家都是旅游杂志里面 就是大陆旅游的部分 只在一部分 那还有 要不然就是境外的一些杂志 那种感觉上又有一些隔阂 所以说那时候 我就跟张允商量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完全 台湾人喜欢看的杂志 那至于说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其实因为在媒体待了很多年 其实我们也有一种深刻的感触 就是发现台湾县年轻的一族 这个对于大陆的部分 其实有相当的隔膜 对 那我们之前也有做一些问卷 就创刊之前 那问卷调查以后发现 就是大家想去日本玩 年轻人去那个泰国 甚至东南亚 韩国 日本是尤其是 第一名 对 那然后北海道 东京 京都都想去 如属嘉珍 对 可是对于你说要去大陆 大家都兴趣缺缺 兴趣缺缺 那可是我自己感觉到 尤其这个媒体的感受特别强烈 也就是说 你大陆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那么多的一个 可能是机会 也可能是一种压力 就在你旁边 你不能不了解 不能不了解 所以我跟张云 就是我们决定要做这一个 我们成立编辑部的时候 我们就讲 我们说 我们就是要把台湾的年轻人 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们都推你去 去看一看 去旅游看看 去了解 去观察 你爱不爱他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透过旅游 才能够去真切的去理解大陆 我觉得像我自己 因为常去大陆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对大陆的那个印象 又片断 又扭曲 又错误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心理层面 跟传统层面的这种 这个谬插 那久了之后 你不能知己知彼 不能知己知彼 那这个 你就判断错误嘛 对 那透过旅游 你的意思是透过旅游 其实去了解 真的中国大陆 对对 不要有成见 对 不管你爱不爱 我都要去看看 去交朋友 去认识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思想 OK 那这本杂志的layout 就是说他的几个 编辑的这种形态 或者说他在媒体专业上的 这种编排 就蛮像一本日本杂志的嘛 是不是张云 张云你以前在办日本杂志吗 没有 以前我在沐克 乘邦的沐克 怪不得 沐克也是做旅游 对 你为主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以前好多朋友在那 令令玉华 在那坐久了之后 到丽江去做了个民宿 就记得 对对对 你们报道过丽江啊 报道过丽江 拉萨什么丽江 云南嘛 对 那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漂亮的地方 那还在大陆待过一两年 对 一年多 哦是啊 对 你在那 也是办理游杂志 也是城邦的理游杂志 哦是 我还以为你在那自由行 从那个 那个新疆的老母鸡 那个尾巴 走到那个山东 对对 穿道线也走了大概两三次 是啊 对对对 那中国大陆的那个 那个最东的点 就是山东的那个嘴巴 在日照再过去一点 然后新疆的那个是 鸡的鸡的尾巴嘛 克拉斯湖 对不对 那好有趣哦 这个 其实台湾好像也有 好 OK 那张云你 你知道办杂志哦 从我们最早以前 当年我是进天下杂志 被这个英语朋友老师 找去办杂志 当时大家都认为 办杂志是把钱丢到水里 我不知道近几年 难道有变化吗 怎么样这个 让杂志 让人家愿意出钱来买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旅渡中国 然后这个 在现场是总经理 这个是月刊 汤碧云小姐 跟总编辑张云 为什么强烈推荐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台湾人 如果不用正常的心态 不用看一个繁荣的国家 复数发展的经济体的 这种角度 去看中国大陆的话 你不仅心里受伤 你实质上面 在竞争上也是失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 碧云刚才说了 我们办一本杂志 是几个 把中国大陆的 时贸介绍给台湾的读者 那你的编排就是 这个很日本 年轻一点 也不太对 就算年轻 很漂亮 图片多一点 让大家想看 对 那你们怎么样去 搜集资料呢 第一手的采访呢 还是因为大陆好大 对啊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因为想说年轻人 现在介绍的是总编辑 赵云小姐 对 就想说我们从城市开始 因为其实城市对于台湾人 年轻人来说 做背包客是最方便 自由行也很方便 现在台湾只飞 大陆四十多个城市 对 所以想说 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做一集 你们还可以 对啊 所有杂志里面 我们做的封面故事 是最多的 大概每一个城市 我们都做到八十页 但是对 但是这个八十页 还是只能用 让你用一个角度去看它 所以想说 下一次再介绍这城市 也许我们还可以 有别的角度去看 旅途中国 偶尔这是我们本土的 这个台湾的 我们的EMBA的总经理 跟那个非常资深的 旅游的编辑 对不对 张云小姐做总编辑 然后这个是做给自由行的 背包客看的 我觉得非常值得推广的是 我们的现在去大陆旅行 通常都旅行社去办那种 LKK级的那种旅行 对不对 然后去的地方都非常经典 然后那个 看的好像都是我们小时候 读的历史跟地理的中国大陆 而不是现在的中国大陆 你每周只去那个什么 去那个什么叫做什么 那个那几个地方 张家界了 什么 酒在沟 酒在沟啊 拜托 这个那个是景点 要了解中国 是要去了解人 对 人在 人在都会里 对 所以你们这一期 做的是青岛 上期呢 上一期做的是那个拉萨 对啊 那期我已经把它收藏起来 因为我九月要去拉萨 谢谢 谢谢 这个青岛的名字叫做 与青岛练一个爱 对 好美哦 对 青岛本来就是啊 它的海边 对 好像西雅图哦 对 我们这边主要我这边找的一些 我们的企划主编 就是去真正去做采访的人 我都同事 我都是找就是 大概是中文系的同学 天哪 对 中文系或中文所 因为他们 我发现他们的角度 跟一般旅游记者的角度 有很大的不同点 对 然后 而且他们写出来的东西 可能比较文化性更深一点 他们可以 满脑子诗书经典 所以他们引经据典 会让你把这个中国的现代 跟古代做一个穿插 然后再把电影啊 文学啊 也混在一起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哇 看一个城市 其实你是看到它整个的全貌 对 看到古往今来 青岛它曾经是被德国人 这个租借的 对 我母亲在青岛住过 我母亲那时候不是来大陆吗 这个 我不晓得跟碧云讲过没有 我妈妈每次那个 台湾那个基隆嘛 我们基隆不是来盐水吗 盐水那个水在路上 他就说 这个基隆真不行 我们在青岛住下碗水 地下到那个 就全部排光光了 对 青岛多美啊 又没电线杆 对不对 因为青岛的电线是在地上的 然后青岛的房子都是红屋顶 对 反攻大陆以后 他回青岛 他要去住青岛 那个时候他在世的时候 后来我回去过 果然青岛 很漂亮 都是红瓦的房子 他在天空上看到是红瓦 对对对 因为他是一个国际城市嘛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 就是德国占领 所以其实青岛就是中国少数几个是有地下水道系统 对 闪的 对 现在还很好 对 现在还是很好 对啊 大连 大连也是另外一个 对 对 所以那你们怎么选不同的城市呢 但第一点他当然跟我们有直航嘛 嗯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拉萨现在没直航啊 没有 但是我们会选台湾人比较喜欢的 先来做尝试 对 然后再来一季节 对 那你过去你们出版了 已经有一年以上了 每个月一期 对 这一期不是 他应该没有时效性的 就是每一期其实都可以作为 对了解中国大陆的收藏品 对不对 对 而且就是因为大陆 大家都会说他进步很快 经济的发展很快 嗯 其实我们从一个城市里面的感觉 尤其显著 哦 对 所以说 当 其实 他们其实对大陆人自己的感觉 就是 一两年 这个城市就变了 嗯 人路都找不到了 对 那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的 呃 我们自己同仁 每个城市自己去走 自己去发掘 嗯 他兴起台湾人有趣的 所以你从台湾人的眼睛去看大陆 没错 嗯 帮忙报道 这个回来 对对对 让这个很多的台湾的旅客 他可以 呃 事前做好功课 对对对 否则的话 大陆这么大 你要是真要自己做自由行背包课的话 还蛮 对 还麻烦的是 我们是蛮希望大家出国的时候 其实可以带一本 哦 我们的 我们的书 哦 不管你是要去哪个地方 名声古迹去玩 哦 可是你对你经过城市的时候 你都不再陌生 啊 你可以在那边可以去发掘一些 让人惊艳的地方 可是我看到你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 呃 好几好几本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呃 即使不去嘛 也是一个握游的 嗯 一本杂志啊 一个 哦 现在很多杂志 大概基本上都给人家的报道 就是吃为主 嗯 嗯 可是张云刚才说了 除了吃之外 你们还有中文系的人的观点 对 我们希望完整呈现他们的生活 是不是啊 和文化 嗯 青岛人的生活 最好就是当地 哦 所以你这次你们青岛是做 哦 六天五夜演 嗯 那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发的时候 记者都和摄影 就是每一次出去两个人 他们在当地都会待大概两个礼拜 哇 才能回来带回八十夜 哦 对 然后光做企划可能就至少要半个半个月 嗯 所以在做这个半个月企划的时间的话 就是我们会来回讨论这个八十夜的大纲 跟要找一下当地的一些朋友 嗯 然后也是要先做一些预先的访问 OK 这个大陆很大 一个山东都快一亿人口了 那个啊 河南是超过一亿吗 嗯 它的GDP也非常高 所以好像青岛交东这些地方其实是蛮有钱 它的整体的山东的GDP应该是比台湾 嗯 这个啊 排名在前面的这个中国大陆的省份 那嗯 这个青岛 哦 在这个这个的呃 过程当中 你们在报道这么多这个大陆的旅游啊 那种读者的回馈是什么 嗯 读者都觉得哇 他们其实以前没有就像您刚讲 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是这么进步 或者是有很多这种他们没有想过 其实像中国很多城市里面 他们的文创产业 嗯 都比台湾其实 可以相当相提病了 你到北京七九八好了吗 嗯 叫七九八是 我们每次七九八七八九都搞不清楚 七九八 没错是七九八 我们每天在那边 松山文创 什么华山文创 好了不起哦 你最好到七九八去看看 因为现场你去过 不过他们来看我们这边 不一样 对 他们非常喜欢台湾 非常喜欢不管松山华山都 因为我们很娇小 哈哈哈哈 而且比较比较人文 比较文化 他们还商商业性 对 对 台湾是蛮娇小的 就是他就可以 嗯 他可以那个 从这里走到那里很快 然后每个地方的人跟人的关系 对 很紧密 可是很有秩序 对对对 对 这是他们很羡慕的地方 可是青岛的那个 最好吃的就是他的海参 好好吃小小的 海参 对对对 这段时间我们办这个杂志 有一点 有个心得 很有意思 当初我们设定 希望说 可能25岁到35岁 好的白领 年轻人会喜欢我们的杂志 当然也是有 可是后来发现 喜欢我们杂志 年龄又再高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字体 放大了两次 哈哈哈哈 这挺好玩的 哦 是吗 对对对 那当然因为你报道的 你们现在报道过的 我看云南 云南啊 成都啊 拉萨 上海北京 上海北京 那些 那都是 这个 读过 老实讲 财力上面比较优一点的 也是35岁以上 其实我不太鼓励去大陆 跟团 大陆跟团 要命的就是 他导游会让你一天到晚去买东西 因为我妹妹去过 不买东西被骂 而且大陆有必要跟团吗 我叫旅行社会打我 因为语言一样 对没错 文字一样 对对对 对不对 你这个 有必要吗 尤其现在直行 非常的方便 对啊 你就下来了 然后坐个出租车 而且不是大陆现在交通很方便 从北京机场就可以直接坐捷运 就倒是去了比台湾还方便 青岛的机场很可怕吧 对 比我们的陶约大很多吧 对啊 同时去青岛其实都是占不绝口 对 它好好吃哦 它的那个海鲜真的好好吃哦 对 有很多饺子啊什么的 它的那个鱼饺子 对鱼饺子 因为我妈是青岛人 我第一次到青岛的时候是八九年 那个不一样 那个时候很落后 可是我那时候心情不太好 因为我去了之后 他们都说 你是台湾人吗 台胖啊什么 他们就 台湾人要知道自己台胖 我父母虽然山东人 可是他不把我当山东人看 但我这一次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餐厅都已经恢复了 他们过去的水准 那我在晚上 我的当地同学请我吃宵夜 就到了嘛 那我坐下来一看 啊那些菜都是我妈妈以前 做类似的 我就哭了 这个妈妈的菜 对 所以为什么台湾菜 大家希望能够推广 对不对 所以青岛这个 与青岛恋一个爱 它不只是一个男女之爱 就是说青岛是有历史的 它里面有中国人的羞辱 因为被租借过嘛 它也有繁荣 它是2008年奥运的时候 把它开发成一个 帆船比赛的地方 对 好这个是 不过旅读中国也是有勇气 有目标 然后做出来这个杂志 这个 汤碧云小姐的EMB 已经读完了吗 这是你论文之后吗 你还要再读个博士 不要 这样可以了 像譬如我们现在做 这个杂志也有一种体会 就是说 它不只是要阅读 那可是我们现在 办了很多的讲堂 十讲堂 还有驴讲堂 独讲堂 用透过不同的一种体会 来了解 这个吸收 或者知道他们那边的状况 我建议汤碧云自己带队 因为汤碧云是个美女 你就带一个美女团到青岛去 我们的这个 然后就从青岛带青岛的美女 青岛出美女 对啊 林青霞 青岛来养 林青霞跟我是同样地方的人 对难怪 什么难怪 林青霞是我一生的噩梦 有一个这种美女是同乡 好像巩历是不是山东人 也是 这个山东出美女 青岛出美女 那其实旅渡中国的下一步 其实是可以组织一个团的 大陆 我们现在的旅游是 不同的 有的时候是一个建筑的旅游 对不对 有的时候 最近我们的实讲堂 里面有很多同学 每一个月都来 他们就一直希望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专栏作家 黄学震 带队说到大陆去吃 我们也有写过很多不同的菜 那事实上 比如说这个上海啦 广东啊 或者很多月菜啊 卤菜啊 其实都有它的 很经典 很独到的地方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旅游中国 Or这个杂志 你也可以看到一个 真实面貌的中国大陆 那了解中国大陆 千万不要透过 现在台湾的媒体 电视台 如果你只看某一家 那你就完了 8点46分20秒 马上回来 我讲哪一家 你知道吧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本 这个石瓣的这个旅游杂志 它叫 我讲石瓣 就实际用媒体的态度 来做专业这个编辑跟行销的杂志 叫旅读中国 OrOr 叫On the Road 这个是给我们的 这个台湾的读者们看的 而且可以珍藏的 其实你要了解 现在的中国大陆 这个的实况 恐怕透过旅读中国 是比较真实的面貌 因为其实我刚刚讲 为什么不要看 点撞的媒体报纸 或者说 我说不是不要看 是看的时候 你要平衡的看 因为毕竟大陆版 跟这个媒体 讲大陆是 这个电视的大陆 是比较 比较这个偏颇的 比方甄嬛传 你绝对看不到真的大陆 对不对 他是看到的是 历史 但他看到大陆 戏剧的变化 可是旅读中国 是告诉大家 大陆的现状的 人跟物 跟城市的发展 对 所以我们每一次 在一个城市 一定会找至少 三个人来访问一下 是 旅读中国的总编辑 张云在这个现场 那所以你去大陆 一年多了 大陆每个地方都去过 没有 主要在北京 还有西南部 你最喜欢哪个地方 我最喜欢四川 你是四川人吗 我不是 我外公外婆是江苏人 是吗 对 你为什么喜欢四川 哪个地方 其实川藏 沿线我都非常喜欢 我非常喜欢藏人 对 哎呀 很一样 对不对 你做过清藏 整个铁路吧 还没 我去之前清藏 还没开 那时候还没开 对 但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我也挺喜欢东北人的 因为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们那种个性就是非常开朗 然后有话直说 也不怕得罪你 但是讲开了就没事 不记恨 我觉得这种非常好 大陆因为他每一个省 因为他几乎每个省 就像好几个台湾 就每一省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你到每一个省去 他而且他因为大陆这么大 每一个省的人都有自己的文化 甚至于有自己的长相 对不对 有自己的价值观 那这个碧云的父亲是 乡君湖南人 对 你回去过吗 我陪我妈妈回去过 人家不是说 哎呦 果然是乡女啊 又美貌又多情 没有 我以前总觉得我妈妈讲的话 人家都听不懂 可是到那边一下 怎么全部人都在讲这个话 你家离那个马英九家庭远的吗 我是李玲 他们是衡阳 衡阳员 那个你要像湖南那个 以长沙为主的地方 湖南张家界就在这个长沙附近 对对对 上次我们这个有个团也出事 我们为了鼓励年轻人 就是不要想很多就出发 那我们在创刊的时候 我们就创了一个创意由中华 创意由中国的这个活动 今年第二届 就我们也去募集到一些大陆的 一些那个单位 就是譬如说旅行 旅游局 今年是海旅会 资助我们 就是我们募集了奖金 让他们去 对 就让年轻人 像今年就很多是 很多都是大学生 利用暑假的时候 他们期间就来 我们来争选 挑选他们不错的案例 那像今年就好多个年轻队伍 他们要出发 那 他们怎么竞赛呢 大家要先提一个创意的案子 比如你要怎么去玩 你要先提一个创意由的案子 然后你们比出来之后 你们会提供他经费 对 那回来以后还要干嘛 回来以后就是 我们这次特别请了吴宇峰老师 帮大家就是训练一些 就是拍 拍录影片的技巧 那所以他们这次回来 每个人都会做一支 大概十分钟以内的短片 然后会上网 对会上网 让大家就可以实际的 跟着他们的游程 然后去看看他们 经历过的中国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轻的 一旦要突破所谓的 过去的洗脑的那种 剩余的毒素 就是自己去旅游 对对对对 那你没时间的话 你看这个杂志 其实可以看出很多真相 特别你看像你们做的 那个前面那几集成都 因为我八九年去过 但是我最近都没有去 我再看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你们的 你的行销是透过零售吗 这个要问一下总经理 你的business model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那个全家系统都有卖 还有那个成品 各大书店都有 那我们大概尤其是像伯克莱 和那个成品 我们卖得特别好 因为这个 这是一本非常有质感的旅游杂志 那他这个 而且你们最重要是 你们的编辑 编采人员是自己付费的 对 他不是跟旅行售 或者说跟航空公司合作 所以你有独立报道的观点 对 那如果说 这个我们的相关单位 要要这个来促销的话 他只好来上广告 对 这个不止啊 这个在大陆 大陆会争取你们的报道吗 没有 现在都没有 就是 之前都没有 真是头脑不清楚 大陆的一些城市 我们是希望就是 很多旅游局 可以给我们广告 那这一方面就是 让我们能够能够能够迎生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 我高度推荐你们下次做天津 天津那个高新区开发的太棒了 而且天津县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是从天津去的 张高丽原先是青岛的啊 山东的那个省委书记啊 大陆有好多地方 他的现在的旅游的规模 是靠他几年来的这个团队执行开发而来 你去掉政治面看 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双手了 天津是空中巴士组装的地方 你可以想象吗 很多人我进去的时候 空巴 Airbus在这里组装 然后刚好看到那个 他这个飞起了一架飞机 那感觉还是中国人是蛮值得骄傲的 好我们在台湾的两位小姐 值得骄傲旅读中国的总编辑张云 跟总经理汤比云小姐 旅游中国or on the road 在各大书店都有这个卖 你要透过旅游中国去了解中国 你才能够有竞争力不被打败 不要在台湾往往哭 或是骂政府没有用的啦 对不对比云 谢谢 嘿我是伊兰的五茶DJ维多 天津的广告这么好听 你怎么能不听呢 霹翼 0 0 6 0